大家好,我是雷自泰国悲烂功利培华学校的黄诗炫 我已经学习中文很多年了 今天我要跟大家说一说我眼中的中文老师 王玉平老师 要写老师就不能只写老师 要写老师的言传身教 也要写老师的生活器 我眼中的中文老师像一个多面体 为什么这么说呢 你且听我慢慢道来 他是一个可爱的老师 我们觉得他的脸缘缘的 皮肤白白的 在上后的时候总是从口袋里 包包里拿书各种各样的东西 有时候是脸谱 有时候是中国的损红服饰 他还会辅导我们在中国的春红节日里表演中文歌曲和书法 他自己也会上台给我们带来精彩的演出 他还会在我参加比赛的时候 给我准备漂亮的服装 做一个美美的造型 大家都说我像个小仙女 他还辅导我参加了雨和中心的旅游中文的比赛 获得了优秀视频奖 最开心的是 在老师的帮助下 我参加了第一届新汉杯视频比赛 获得了特等奖的好成绩 我还和老师一起去山头参加了游学活动 那真是一段美好的回忆 他也是一个很严厉的老师 不管是在课堂上的时候 还是在辅导比赛的时候 课堂上他刚柔并记忆 有的学生混了 他会温柔地提醒他 你要不要去洗手间呀 如果有的学生一直讲话 影响别人 他又会把眼睛瞪得又大又圆 说道 你为什么一直讲话 你知不知道这样会影响别人 我们听到以后就不敢再说话了 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 我的老师已经离开泰国了 但是 老师 我很爱你 也很想你 这是我眼中的中文老师 你的老师是怎么样子呢 快和我一起分享一下吧